陆湘婷 你还是一个人吗 你这个人还有一个做人的底线吗 你在发什么神经啊 英文的事情曝光了 知道人就那么几个 你觉得我怎么想 韩真真 我知道你对我有偏见 但是英文发这种事 我也觉得很遗憾 真的不是我 除了你 只有医院的人 还有警察知道 我知道我平常做人不是太好 但好歹我是一个小孩的妈 这关像你女儿一辈子 伤害小孩的事我不会做的 你现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能不能趁现在大家都不知道 受害者是英文的时候 你赶快去找关系 把这个新闻押下来 陆湘婷 你可以帮我吗 拜托你 拜托你 你跟范永辰的关系 你们在媒体里的关系那么好 除了你 我没有办法找别人帮忙了 你帮我好不好 拜托你 我这样英文 不要再受更多的伤 拜托你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我注意什么都不要 拜托你帮我 拜托 拜托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你今天是被害者家属 或者说 这小女孩是你的女儿 你还会这么说话吗 你可以先让我把话讲完吗 这一段是我的时间 那这个小女孩 到底是有意 像你们这种人说话 根本就不负责任 你跟躲在 键盘后面的酸民 有什么不一样呢 请问你认识江振明吗 请问你认识江振明吗 你认识这个小女孩吗 那你认识这个小女孩吗 那你认识这个小女孩吗 你认识小女孩吗 不是小女孩的爸爸 C先生 我现在还在录影当中 你让我把话讲完 江振明的时间已经不是 被害人跟家人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是整个时间 好像都对我女儿一直颇章水 那媒体不是应该客观重点的报导吗 你们也可以去查一下 江振明背后的问题 对 江振明她是个明星球员 她就不会犯错吗 我女儿确实有一点不看的黑历史 但她就一定是有罪的吗 媒体可不可以中立一下报导 我们就是想趁这个机会 利用媒体好好地来探究真相 我没有觉得你们 然后我们都是很中立很客观的 你们没有很中立啊 你们现在根本就在带风向嘛 你们认识我女儿就是先人跳 你讲这个 不是 你不可以这样诽谤我们 你们根本就是一个球团 一个财统人公安公司嘛 为什么爸会在电视上 先进广告 休息一下 英文 是你叫他做的吗 我 是你叫他做的对不对 又是你 英文 为什么每次都这样 把我手机给我 我手机在哪儿 把我手机给我 你不给我是不是我自己去照 每次都要这样藏藏藏藏 到底要控制我到什么时候 你到底在干什么 什么我在干什么 你做任何决定都不用商量的吗 商量什么 你是说我去上那个节目的时候 你都没看到网络对我们女儿的霸凌 我上完节目之后 整个舆论风向都转到我们这边来了 网络舆论 这些人很重要吗 他们讲的话很重要吗 你女儿比较重要吧 你有想过她的感觉吗 我没有想过她感觉 我干吗上节目 你指责我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你 那你做了什么 你为这个家做什么 我做什么 我吃掉的工作 每天在家陪女人 你说我做了什么 我站在你姐姐的每天陪在她身边 就怕这样发生什么事情 你说我做什么 这句话你应该送给你自己 你做了什么 所以你就想活那吗 你跟你姐一个样 感谢观看